热线12今日关注 企业为何不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 记者调查受阻 如果你改网你给我撤一下 医院虚开治疗费 负责人停止接受调查 关注用药安全 职业药师在何处 这药师吗 这药师 在那里 房不胜房 商家好心帮换零钱 自己的钱箱却被盯上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首先来看今天的热线发布 近日教育部发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纲要 据介绍 纲要分为目标原则 基本任务 主要内容实施保障四个部分 其最核心的内容 详细规划了课程 科研 实践 文化 网络 心理等十大育人 一体化育人体系 环保部近日通报了 经经济及周边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 大气污染强化督查 巡查署 共检查了河北山西等省份 16个城市的 1374个具体任务点位 发现14家企业 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违规生产 据国土资源部介绍 12月5号公开发布的 新版地图审核管理规定 以新修订的测绘法 及地图管理条例为依据 以优化地图审核流程 最大限度方便行政管理相对人 减少和杜绝问题地图的发声 为立法宗旨 对规范地图审核 做出了一系列规定 好 热线12正在直播 继续下一条新闻 河北省圈化县盛德矿业有限公司 为什么从2017年5月 就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呢 12月7号 在爆料人李先生的指引下 记者找到了这家企业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给你点滑 你给我等一下 等一下 你干啥的 我们找上审核 在发系组 这不是审核 这也不是盛德 在那边 那你们这什么矿 不管什么矿 这个是你们单位吗 就是 就是盛德矿业 从这儿 一进门 往上一上坡就是 就是矿道路 李先生说 公司为什么从今年5月 就不给他们缴纳保险 他们一直没有得到答案 他们也曾经把公司 不为他们缴纳保险的事 向当地劳动局反映过 这不是过了些事 我又10月25号又去 又去找几口这些话 还是说 还是 他说 我们不管了 去桥东区早去 张几口桥东区去早去 我拿上浴室就去了 张几口桥东区 桥东区说 还没有接手呢 等着吧 我说再再等到 经纪到几个月了 我说再等到 又2018年了 据了解 由于行政区域重新规划 宣化县盛德矿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政区域 从宣化区变为桥东区 劳动仲裁部门职能 在11月中旬完成了交接 12月7号下午 李先生再次来到张家口市 桥东区劳动人士仲裁委员会 在了解李先生的诉求后 张家口市桥东区劳动人士仲裁委员会仲裁科 从船银科长做出了具体解答 如果你比如说我们裁决了 打比方 我裁决你输了 想说因为你既然是 打官司老百姓 就有输有益 我就说如果说我们裁决你输了 你白诉 我们白诉了 那么去法院 属立法院去打那个圣贤诉讼 如果你打赢了 反而有可能赢了 他应该去旅行 他如果不旅行 他没有上诉去 他只能到市中院去撤销 那么如果市中院不给他撤销 那么你就拿这个裁决书 到法院 实际强制执行 劳动仲裁给了我们 申诉的表 我们总被走法律程序 劳动仲裁的人也介绍给我们 怎么走这法律程序了 我总被回去也给介绍清楚了 我也懂了 总被回去把这表散发给我们 职工 算散发给他们 每个人准备走法律这条道路 好 今天上午呢 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 乔东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那下面呢 我们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记者张海龙 海龙来说说 你在那边的最新的情况是什么 好的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宣化县盛德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对于李先生反映的问题呢 乔东区委区政府是高度动势 昨天就紧急协调相关部门 提前进入企业进行调查 那今天早上十点呢 我们就和乔东区联社局 主管社会保险和劳动仲裁的副局长 张大勇 以及劳动仲裁科和监察科 等六名工作人员 感到了该公司的情况 去该公司的副总张立军介绍 2017年5月的时候 公司进行了股权转让 新公司成立以来 他们是一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 他说职工所反映的 每个月扣除的1100元工资 以及1万元带缴保险的费用 确实是包括了企业应该缴纳的20% 但是对于这20%呢 企业是在职工的工资里进行了补偿 他们也在2017年5月1号的时候 对此事发过公告 同时他还说呢 2017年5月以来 工资和进版职工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那原因是内部改革的原因 现在呢职工和企业是各执一词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在于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乔东区人社局副局长表示 他们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认真调查此事 调查结果呢也会及时的向社会公布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海龙 那有关部门的明确的表态啊 给数百名职工确实吃了一颗定心丸 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把措施落到实处 切实保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那对这件事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热线12稍后继续 热线12即将播出 医院虚开治疗费 负责人停职接受调查 关注用药安全 职业药师在何处 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关注了天津 老年病医院涉嫌虚开治疗费的事件 而就在昨天的下午 我们的记者联系上了天津市民政局 12月7号记者来到天津市民政局 老年病医院 随后记者来到了医院的主管单位 天津市民政局 副局长刘力宏向记者坦言 一些住院的离休老人被虚开治疗费的情况确实存在 刘力宏告诉记者 李天祥老人的原单位和老年病医院曾经有过一个协议 就是将老人住院的一些其他费用以多开项目费用的形式冲迪 他是要求住包间的 那住包间那个医院那个床他也是应该有 他也应该有盈利的 或者说也应该这个安排人的 他安排人的就人家有财务费用了 他不安排人的你这个床位费你得出啊 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收他两个床的费用 另一位老人呢 我看了他的账单了 最多一个月有九千多的 他说了算下包间也就多两千多块钱 其他的钱呢 我跟他讲了是多开的 我承认 现在才说还有多少老人有这种情况 七个人住包间都有 都有这种情况 就或多或少的问题 都有 那么这些虚开的治疗费最终到了哪里呢 对于这些年虚开治疗费的数额 刘力宏表示目前还没有统计完整 但医院的相关负责人 已再接受调查 这么远离这样 所以我们的书记院长 现在都被 就现在停职 后头是谁给开的 那就是最主要的 该是谁就是谁 谁开的谁出责任 无论怎么样 冲底任何费用都是违规的 而虚开治疗费 套取国家财政金 那更是违规 收完了治疗费 我们再来啊 说说安全用药 生活中 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小的病痛 去医院呢 没有必要 挺着呢 又特别难受 这个时候呢 就会选择啊 去药店买药 那在这里呢 我告诉您 当您不确定 该买哪个药 尤其是处方药的时候 应该去问问 药店的职业药师 他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但是呢 您买药的时候 见到过所谓的职业药师吗 职业药师 是否都待在药店里呢 来看记者的调查 前几日 记者在北京 暗访药店时发现 多家药店职业药师不在访 甚至有几家 号称没有职业药师 卖药的不懂药 持证的不在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有药师吗 问个药师 有没有什么 应该吃什么药 像两个 那没有药师 那没有药师 按照国家药品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规定 每家药店都必须 至少有一名职业药师 在港才可以延夜 可记者走访的12家药店中 有两家答复职业药师不在 三家明确答复没有职业药师 甚至其中还包括 北京市通州区某同仁堂药店 职业药师就是负责为患者 提供药物知识 与药师服务的专业人员 他们负责审核 医生所开出的处方 为病人提供专业的用药建议 在随后的调查中 记者又发现了一个 名为聘证网的网站 这是一个专业经营 证件挂靠网站 需要职业药师证的药店 只要登陆网站 就可以进行悬价 聘证到租证一系列操作 甚至还有一些专业的中介公司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边有没有职业中药药师证 有的 你是全职还是说只挂症 能挂的话 这个挂的费用怎么算 挂症的话 一般的是一年付一次费用 大概就是在八千到一万 说直接给这个药师呢 还是给咱们这边 给药师本人 一般的就是你 你这边的话要的那个证 然后医生 我们这边提供医生的 那个证件照片给你 是确定可以用的话 你跟医生签一个协议 就是足用他的证件注册 然后你付费给医生那边 那您那边有费用吗 我们的话也会有费用的 因为我们是中介公司 最低的话三千块钱一本 比如说像医师证件 如果说一般的是 到两万的话是百分之二十 如果说不足一万 一万五的话 我们就按照三千块钱一本 一个电话几封邮件 一个租赁协议 外加三千元的服务费 貌似就可以轻松搞定 职业药试证挂靠的问题 但是中介公司的专业服务 还不止于此 我想问一下 我在北京附近的话 咱们这边附近 有没有稍微近一点的 这个药试 如果说检查 有可能要医生到的话 就可以找北京 天津及河北 还有山东 山东这一片的 那你那边有合适吗 山东的好像有一个 然后你要是不限地区的话 湖北这边呢 更多 问我在湖北做的多一些 然后湖北的那个医师 好多都问我要挂症的 挂这种药师的 如果说你那边 可以不到场的话 那我就给你找湖北的 如果说你要是 必须要配合到场检查的话 那就只能找近一点的 据调查 截止至2017年2月 全国共有职业药师 约35万人 这看似庞大的数字 在行业的真正巨大缺口面前 依然杯水车薪 可是如此紧俏的职业药师 挂靠怎么只值几千元钱呢 那么全职职业药师 每月又能赚到多少钱呢 咱们这个职业药师 在北京这块的药店 现在大雨了 薪酬大概什么样 各店都不一样吧 反正我觉得大部分 可能也就在四千左右 可能一些那个 自然的药店 有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基本上 应该都差不多在四千多一点 也就是不好的 还会不到四千吧 据调查 全国范围内职业药师的 普遍薪资为 每月四千至六千元不等 这种收入水平 与时下职业药师的紧缺 形成鲜明落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由于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中 对职业药师的工作要求 只是做质量管理 然而药品在储存与运输的过程中 完全不需要职业药师 企业老板也不会高薪聘请职业药师 仅仅做这点库管的事 所以职业药师只能被迫卖货 其劳动价值 不是靠提供专业服务获取 而是靠买卖药品获得 跟普通的销售人员没有区别 正是由于职业药师 得不到相应待遇 而相关部门的监管又存在漏洞 才导致了挂症 成为了职业药师行业的普遍现象 卖药的不懂药 持症的不在岗 其实针对这种挂靠的现象 有关部门不是没有发现 但还是屡禁不止 那下面我们就要连线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王磊 王磊 你认为这种现象的病根在哪 如果有病根又怎么铲除呢 刚才在片子结尾的时候 我们的编导提示 我们说在职业药师的这个行业里面 他们的职业薪酬不高 他们的职业的上升空间不够 职业的含金量也不够 我想这些都可能是 职业药师困扰发展的一个问题 但是这显然不能够成为 职业药师挂正的借口或者是理由 因为我们知道药店不是商店 卖药不是卖菜 那么职业药师不在店 很有可能造成的结果 就是很多患者用药的失误 要知道医生一次错误 可能就是患者一生的这样的一个错误 对于这些职业药师来讲 药挂正导致的结果 就是他们的职业的含金量就越来越不高 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地位的认识就不够 那么认识的越不够 职业的含金量越不高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你的职业的薪酬 就越来越低 所以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对于职业药师来讲 我们应该呼吁我们相关的部门 应该对于职业药师的发展 给予更大的空间 对于他们的薪酬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保障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想所有的职业药师 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职业身份 遵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底线 和职业的道德 不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职业底线 只有职业药师联合起来 抵制这样的挂政的行为 那么我们职业药师 才会迎来自己真正的 这样的一个成长空间和环境 好 感谢王磊 其实提到这个职业药师 我在这再补充两句 这个岗位到底有多重要 尤其是针对那些 跟处方又有关系的事 一定要听职业药师的 那就在近日 我的一个特别亲的一个亲人 他因为稍微有一点脑中风 结果需要到医院去输液 这里边有一种药物叫做天麻 当时人家问了一句 说家属对天麻是否过敏 但是其他的人把这事忽略了 说没事 结果输进去之后 差点要了我最亲的这位亲人的命 最后肋骨都按舌了 可想而知 这个行业多么的重要 千万不要玩忽职守 那在这儿呢 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 尽快地出台惩戒办法 让挂靠无处可藏 在这里呢 我们也顺便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热线12稍后继续 热线12即将播出 防不胜防 商家好心帮换零钱 自己的钱箱却被盯上 山东资博的郭女士啊 最近一直非常的苦恼 因为就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 她遭遇到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当时呢都发生了什么 而这个郭女士的钱 怎么就一下被别人骗走了呢 今年7月份 资博警方接到报案 辖区内某企业遭遇了一起 电信诈骗案件 损失20万元 据前来报案的 企业财务人员郭女士称 一开始 她是被自称是单位领导的人 拉进了一个QQ群 有一段是所长和副所长 关于业务的一段话 然后又给我说是 让我一个姓苏的联系 让她说是签了一个合同 就是谈谈保证金的事 在与姓苏的男子进行沟通后 对方称可以先把合同保证金 打过来再签合同 保证金打过来以后呢 把合同签好了 给她发过去 那个姓苏的又给我打电话 就是那个合同 那个第二项 就是和昨天晚上谈的 那个事情变化差别很大 此时姓苏的男子 要求返还保证金 郭女士发现 保证金被打到了 领导的个人账户上 钱是打到你个人账户上的 你负责退去 她说她现在开会忙着来 不能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你得想尽一切办法 赶快把这个钱退回去 在自己领导和苏姓男子的 不断催促下 郭女士将单位账户上的 20万元 转到了苏姓男子提供的账户内 郭女士发现自己被骗后 立即向警方报案 资博警方通过调查 涉案资金的流向 发现在郭女士转账一小时内 这20万元已经在广西南宁市 滨阳县的四个乡镇 六个不同的ATM机上被取走 警方立即赶往滨阳 并找到了取款的三名嫌疑人 通过对三名嫌疑人的真控 一个九人组成的诈骗团伙 浮出水面 他们在来宾室的一个堂场里 专门租了一间宿舍 作为诈骗窝点 每次作案 他们就会开车来到此地 该团伙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组织分工很明确 负负责诈骗的人就要发料 就是发布信息 回收信息 然后对这个公民进行诈骗 和这个受害人进行聊天 然后诈骗成功之后 下面有一图 是专门就是说是 把这个钱翻到二级账户里面 然后再组织下面的人提款 这样一共是三级 在摸清了犯罪团伙的活动规律 以及诈骗窝点后 在广西警方的协助下 对这九名正要再次作案的 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行动 行动当天凌晨一点左右 在来宾室的一路民警发现 嫌疑人开的这辆SUV车 进入了诈骗窝点 准备再次作案 守候多时的民警果断出击 将六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控制 在窝点内 民警查获大量的作案工具 当时我们查获了 有八台电脑 有一个无线路由器 有银行卡 还有手机卡 手机卡都很多 因为他们这个诈骗 那个手机卡都是从网上买的 那都不实名登记 所以说你查还难查 这个他们那个银行账户什么的 都是都是买的 与此同时 另一路民警在南洋市宾阳县 对三名取款人员进行抓捕 其中一名嫌疑人屈某 住在这栋二层楼房内 此时屈某拒不开门 民警只能破窗而入 进入房屋后 却找不到嫌疑人的踪影 就在民警搜查到楼顶的平台时发现 嫌疑人屈某就藏在这张 黑色的遮影下面 屈某为吸毒人员 此时他手拿针管和民警进行对质 最终 嫌疑人屈某被出判去的民警控制 行动当天 九名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 缴获电脑八台 手机三十一部 手机卡 银行卡等作用工具一批 经过调查 该团伙涉及山东 北京 广东 河南等十多个省市的 35起诈骗案件 案值共200多万元 好 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特约评论员 王磊 王磊 那针对现在这个诈骗的套路越多 越来越多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从片子当中我们来看到 其实虽然这些骗子们有着很多的套路 然后他们也是分工合作 而且还有一个团伙的作 这样的一个结构 但是实际上 如果要想真正的识破这个骗局 并不是很难 所以我想对于这些大骗子受害人 或者是这些受害者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 我觉得没有别的方式 就是要提高自己的警惕 多一个心眼 多一个渠道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能就不会被诈骗 另外一点 我们应该说 如果这件事情 因为它是发生在今年7月份 如果发生到现在 可能就不会存在了 这样的一个被骗的事实 因为国家现在已经有相关的规定 所有的这样一个 钱款转账的过程当中 只有要在24小时之后 才能够到账 那么这个措施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肯定很多人会觉得 有些不理解 觉得会对自己的工作 造成一定的不方便 但是从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来看 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措施 对于日益猖獗的电信诈骗来讲 是一级猛药 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好 感谢王磊 那就在前不久 一段军人手撕玻璃救人的视频 在网络上 引起众多网友的围观点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看我们记者的报道 事故发生在河北熊安心区 安心县白阳店新大桥南侧 白色的越野车发生侧翻后 许多路过的市民赶来救人 但是越野车车身变形 车门无法打开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小伙子马俊东用石头 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砸出了个洞 这时车体已经冒出黑烟 而且空气中还弥漫着汽油和浓烈的焦糊味 为了尽快救人 情急之下 马俊东用手撕扯破碎的玻璃 将车内二人救了出来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自己的双手 被车玻璃多处划伤 随后二人被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所幸并无大碍 据了解 徒手砸车窗救人的小伙子 马俊东是海军现役军人 当天他探亲假结束 准备回部队 在途经事故现场时 救出了被困的两人 当时周围群众还叫我戴手套 因为我担心会发生二次事故 产生爆炸 产生更大的危害 所以根本顾不上太多 当时想的就是一门心思的想 尽快把人救出来 当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 奋不顾身挺身人出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觉得每一位军人都会这样做 近日山西太原某仓库着火了 那仓库里边的羽绒服呢 被全部的烧光 而引发这场火灾的罪魁祸首 居然是一只耗子 从现场可以看到 整间仓库被大火吞噬 仓库内被烟熏的漆黑一片 只剩下一些黑色的残留物 看着眼前的一幕 租赁仓库的服装店老板心痛不疑 我新款都有八九千件 还有老款呢 加钱都有一万多件衣服了 据服装店老板说 被烧毁的全市羽绒服 总价值近三十万元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烧毁了他们好几年的心血 那么这场火灾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老鼠给找了 专心就烧了 原来这场大火 竟是由一只小小的老鼠引起的 据这名男子说 当时他逮到一只老鼠 之后便想用火将老鼠烧死 没想到老鼠竟然挣脱出去 跑进了附近的这家仓库 将仓库里的羽绒服点燃 导致了这场大火 这种由于行为人的过失 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 从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中的失火罪 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是11月30号晚上7点左右 发生在广西桂林金竹撞寨的一场火灾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起火的房屋位于半山腰位置 且房屋为木质结构 加上风力较大 火势不断向外蔓延 接到报警后 广西桂林市公安消防支队等消防力量 以及广西桂林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 迅速赶到现场 大火于当晚11点左右得到控制 据了解 发生火灾的金竹撞寨 是龙己十三寨的第一寨 被誉为北撞第一寨 同时 这里也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地 而大火过后 这里已经被烧的是面目全非 现场很多居民反映 最先起火的一处民房 是租给一家旅游公司的 当时正在装修 由于火灾来得突然 很多居民的财产都还没有来得及转移 就被烧光了 好在火势得到了及时控制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统计 此次火灾共烧毁民房9户 破拆11户 火灾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确实是水火无情 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 到底是怨人呢 还是怨那耗子呢 那耗子只是忙着逃生而已 当然还是人要负责任 那再说下一件事 这贪玩儿应该是所有孩子的天性 可是这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 如果不小心 很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比如说下面的这一组相关的新闻 11月26号下午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一名六岁的小女孩和同伴 在小区附近的工地玩耍时 不慎跌入六米多深的污水井中 消防官兵接到该孩子家长的求助后 迅速赶到现场 消防人员绑着绳索降到井底 给小孩戴上头盔 并绑好安全绳 由于孩子年龄较小且受到惊吓 无法与消防人员配合 消防员只能一点一点 将小女孩向上牵拉 防止造成二次伤害 二十多分钟后 小女孩成功获救 经医护人员检查 小女孩只是在追警时 脸部有些擦伤 并无大碍 前不久 福建省近江市 梅岭街道一社区内 一名三岁左右的小女孩 在玩耍时 不慎将右手大拇指 卡进了塑料凳的孔隙中 无法取出 消防人员赶到后 利用剪刀 对塑料凳的凳脚与边角进行破拆 随后 消防官兵利用矿泉水瓶 剪出的塑料片 对小女孩手指进行保护 利用剪刀 将卡住女孩手指的塑料孔 完全剪开 十五分钟后 小女孩成功脱困 对 出来了出来了 哇 实际好棒 对 现在呢有一种寄生关系 比如说哪有学校 它的周边一定会有 孩子们喜欢商品的那种小店 比如说最近呢 我们就发现在云南的昆明 某小学的周边 就这样的一家小店 他们卖的东西啊 有一种叫做电磁笔 看起来是又好玩又有用 其实啊 殊不知 这支笔潜藏着不小的危险 在云南昆明一所小学旁边的文具店里 记者找到了这种叫做如意金箍棒的中性笔 这种笔有金色和银色之分 笔身可以伸缩 笔的两端都有磁铁 一次买四支 还可以赠送一颗小铁珠 这种磁性笔每只售价四元 买四支就能获赠一颗小铁珠 这颗小铁珠可以吸附在笔端的磁铁上 把几支笔连接起来 拼接出各种各样的造型 为了得到铁珠 不少小学生邀约着同学来一起购买 小铁珠跟我们爸想 又是闹头磁铁珠 买锡纸啊 锡纸要闹得磁铁 那都不会吊才 你看嘛 一炫一炫 这反正闹得磁铁 这个键纸了 这个就可以磁铁 这下这个磁门就会磁了 我再不来 看来锡纸往事 你还免得可以锡 没那是多吗 一销完吗 好 这样子快锡纸的就是个笔 让他们在多这个小子吃 就在上下 既可以是玩具 也可以是玩具 一只普通的笔 加上磁铁和小铁珠 就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 价格也比普通的中性笔贵出不少 在不少学校周边 都有这种磁性笔售卖 然而 无论是售卖者还是购买者 都忽视了这种磁性笔的危险 其实 不少孩子在书写的时候 都有摇笔头的习惯 这种带铁珠小配件的中性笔 并不安全 除了这种带铁小铁珠的磁性笔之外 对于喜欢啃咬笔头的孩子们来说 笔端带有的小配饰 也有钱在的危险 家长在为孩子们选购文具的时候 应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避免一些带有细小配件的文具 被孩童捕食 群众遇到危险 第一个冲上去的 往往就是那些人民警察 下面是一组相关的温暖救助画面 几天前华先生说他两岁的孙子 误吞了一枚硬币需要立刻到南京治疗 然而华先生对路线不熟 情急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 幸亏民警一路护送 孩子才得意转为为安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华先生求助于媒体 经过一番寻找 终于找到了当时出警的几位民警 我们就拉枪警笛 一路警灯 护送他们到了儿童医院 到了儿童医院之后 因为他是外地的家长 对那个就医流程也不是很了解 我们那个民警 就是帮助他去联系绿色通道 很热情地帮助我们 确实在心里面 觉得很感谢很感谢的 同样暖心的画面 还出现在山东龙口 山东省龙口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一中队的民警 巡逻到汽车站的时候 发现一辆残障人三轮车 竟停在路中间 当时过往车辆很多 情况十分危急 我在巡逻的过程中 发现一位停留在 到中间的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车辆子断掉 而且下身身为残疾 我了解这情况以后 立刻拨打了就近的知情民警 过来送院我 另一民警赶到后 二人打开了摩托车的警灯 共同护送三轮车前往维修点 两位交警 护送残疾人修车的视频 在网上流传后 不少网友纷纷点赞了 近日在安徽的除州 发生了一起 因为违章停车 然后不当操作 引发的交通事故 路口监控视频显示 一辆白色汽车 挺放在飞机动车边上 驾驶员打开车门的瞬间 正好一辆电动车 从后方驶来 电动车被突然开启的 机动车门撞翻 骑车男子摔倒在地 驾驶员下车查看 骑车男子的伤情 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联系120急救车 交警查看监控后发现 骑车人丁某 当时是在 非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 而白色汽车 并没有停放在 停车驳位内 属于违法停车 事故导致 骑电动车的男子 肩胛骨骨折 警方判定 驾驶员朱某 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并赔偿受伤男子的 全部经济损失 不巧 又是一位女司机 近日一位商家好心 为某男子换零钱 但是该名男子 却盯上了 人家店家的整个的钱箱 这一切都被店内的监控 全程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律伤 都的 就是 2 personally 是 人家外 是 能登岩 阿 好